1961年,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扩大到北京上海,毛泽东为了确保城市粮食供应,要求全国在常规征粮任务之外再加码征收150亿斤粮食,当时的中国农村已经颗粒无存,到处都在饿死人,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,因此中共的高级干部表现消极。 毛泽东觉得,有必要给这些情绪沮丧的干部们上上课,就要求省市县各级干部到北京来开会,这就是所谓的七千人大会。 毛泽东希望借此大会统一全党思想,继续暴力争凉,但是大会上人们的情绪失控,各级干部纷纷批评中央乱稿,矛头实质指向毛泽东,甚至有干部在人民大会堂的走廊上,贴出了达到毛泽东的口号。 毛泽东看见自己在党内人心尽失,会上被迫做了自我批评,并在会后退居二线,由刘少奇主持经济工作。